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这两天 媒体上 陆续有发表 我今年农历春节的时候 去美国看 蒋经国日记的一些新的 所写的文章 前两天是在苹果 今天在中国时报 也做了两个版 主要是蒋经国评论一些 他的党内的一些政治人物 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一下中国时报来看一下 好 这个文章刊登了之后 那么我也接到不少回想 有的朋友来询问 说有没有更多的 有关美丽岛事件的资料 那也有朋友来询问 有没有写到当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一个处理 那等等 我想可见就是说 蒋经国的确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人物 那大家更一方面 他是台湾社会最怀念的一位领导人 前总统 那同时呢 大家也更热切的想了解 方方面面的了解蒋经国 那我想这个就是他的日记公开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我其实整个的一个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当中 主要的一个轴心 就是要呈现一个作为人的蒋经国 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真正的本质的一个蒋经国 那作为一个本质的蒋经国 当然他会有喜悟哀乐 他也会有这种软弱 这个气馁这些情况 那他担任那么多的职位 挑那么重的担子 那肯定也会跟很多人 那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往 那这些过往 我想他日记上的记录 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虽然他不是唯一 那不管怎么说 这是来弥补一段在认识蒋经国 这样的一个大课题当中的一个缓解 我自认为也是做这样一件事情 好那这两天的一些反应 今天我想节目开始 因为我想关注的朋友也不少 那也借这个机会来谈一下 我对这些反应的一种回应 一个就是因为苹果日报在礼拜二的时候 用了一个说宋美宁骂蒋经国是卖国贼 这个大标题 这标题我想很 很爽动应该这样讲 很爽动 那后来有人问我说 你当过总编辑 如果你当你来下的话 你会不会这样下 我估计我大概不会用这样来下这个标题 那就好像这个因为可能会多一层考虑了 为什么要多一层考虑了 这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文章登出来了以后 那么有媒体同行高凌云 他在就在网路上写了一个回博了 反驳了 那他说宋美宁跟蒋经国 这个双方各有矛盾 这非常自然 但是他说这个所谓 宋美宁骂蒋经国是卖国贼 他说这个是作者凭空想象意测 任意演绎有违史实 好那我就因为同行同业来指教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他所叙述的 我刚刚前面讲 如果我当总编辑 我大概不会把这个卖国贼三个字 放在头版标题 那你仔细看一下 因为他谈到的就是 1979年的2月10号 宋美宁从纽约发了一个电报 给蒋经国里头 因为里头他有讲到说 那么他是反对 因为居然听到说 这个我们这边要接受 成立一个协会来取代这个大使馆 那他是反对 而且他还主张说 这个应该要 这个谈判的人要下台 辞迟一切国人 否则就会变成曹汝林张忠祥之流 然后呢 这个他在回应文章上讲说 这个看整个原店全部 没有卖国贼三个字 丁英兄啊 没有卖国贼三个字 当然是事实啊 可是他举曹汝林张忠祥 他们不就是当年啊 在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抗日本啊 日本当时的这种对中国的亲领啊 那么袁世凯政府时代的时候啊 那他们去谈判啊 后来五四一动就是这样引发的 那五四一动当年骂这两个人 骂什么 不就是卖国贼吗 这是第一个 当然第二你说 他骂的也不是蒋经国啊 他骂的是杨西坤 外交部的政务次长代表去谈判的 当然呢 他当然不会直接骂蒋经国啊 但是大家知道 杨西坤后面是谁啊 杨西坤后面不就是蒋经国吗 你今天啊 所谓的这个打狗给主人看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讲说啊 这个等于就是说 你直接点名杨西坤啊 说他比你 他们是曹汝林张忠祥之流啊 你就是间接在骂蒋经国是卖国贼嘛 我想这个从语义上的解释来 是完全说得通的啊 但是我刚还是前面在讲 如果今天是我来下这个标题 因为这个标题是苹果日报来下的 如果是我来下的话 我大概不会在头版用这样这么重的标题了 好 这是第一点要来说明的 那另外呢 在昨天的报纸 昨天的苹果日报也有登出来一些 蒋经国评论一些 当时的这个民党外的一些政治人物 那么我们的同行啊 也是媒体前辈赵少康先生啊 他在他的一个节目上 他就因为被节目主持人问到对这个视频的看法 他说他完全不相信蒋经国会这样说 很有意思 他说他完全不像 因为我在这个文章上 他举这个成举的例子了 文章上讲到说 从1978年的6月到8月之间 蒋经国日记有关成举啊 我至少列了有五个啊 6月28号 7月9号 7月10号 7月14号 还有8月21号 那以他的日记 针对党外人士来讲的话 那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啊 写了五次提到成举啊 而且都跟美国扯上关系啊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记载 这个图出的记载 那么赵康兄说 因为陈局自己都讲他是小妹嘛 那么以这个蒋经国当时 如果他是个小妹的话 以蒋经国当时的一个 对党外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他怎么会去写一个小妹的角色 写了那么多回 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典型的 邵康兄的一种评论事情的一个方法 听起来就是非常有合理 非常尝试的一种推断啊 那么但是呢 他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刚好是啊 我们这个赵先生平常在评论时政啊 同样容易犯的毛病了啊 那么呃 第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说 他根本不了解党外运动的历史 他根本不了解台湾在这个呃 民主化那段的过程的一些啊 实际的状况 你可以讲说 他赵先生本身是从政者啊 但是他几十年下来啊 就是在那个小圈子里头啊 他没有跨出啊 他的舒适圈啊 没有去了解 因为陈举当年啊 陈举的这个在党外的这个 呃 从政时间非常早啊 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帮郭雨昕当他的秘书啊 那么他是因为在70年代很多 当时的从事党外运动的人 不是被抓去关 就是被啊 这个漂流海外的啊 只有他还方便给大家串接讯息 而且不只在台湾 还连接到海外去 所以那一次他被警总 这个啊 抓的原因呢 是什么呢 就是查出来说啊 他去印刷一些这个啊 选举万岁这些书啊 还有一些雷震啊 留下来的文件啊 那么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蒋经果的生气是因为美国介入来干预这个事情啊 那所以呢 我讲说啊 这个背景如果你稍微了解 你就不会啊 看到说有人写啊 这个蒋经果日记上提到陈举啊 你说怎么可能啊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历史 你应该承认你不了解 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你并不这个相信的话 很简单啊 你可以到现场去看啊 日记在那个地方 你还没去看过日记 你看到别人写 你就先讲说 这个一定是刻意设定框架 我必须这样讲 他日记时间很长 所以你要去现场的话 你一定得抓住你要找的议题的时段去翻 因为他有四十几年的时间 你不可能把它从头看到尾 当然是设定议题去找出你要找的前后资料 但是不能只抄日记 你回来还要对照很多的前后背景的因素 也就是说你对整个事情背景要有了解 两个基本功要做 第一个你要去看过日记 第二个是你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背景要有了解 这一点啊 我想也提供给这个邵康兄啊 你来参考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要请我们今天来宾到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是日本产经新闻的外信部的次长 石板明夫 明夫兄早 大家早 他来过我们节目 大家听得出来 日本人石板明夫 他中文讲的非常好 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他是留在中国的日本后代 那么15岁才离开天津回到日本去 所以他中文讲的非常好 好这个石板先生 我想今天大家非常关注 因为今天是中国全国人大 那么要闭幕 那同时也要通过一个叫授权法案 授权人大常委会 要来制定一个港版的国安法 那以此同时 香港这两天 自从上个礼拜传出 人大要制定一个港版国安法 要来直接取代由立法会的角色 放到基本法来这个附件三 那么香港社会就有非常多的抗争 那么昨天因为香港立法会 要审查国歌法 又引发了很多的冲突 好 所以这些明摆着会引起的 这样的骚动也好 对立也好 冲突也好 那么大家有一点情况 就是还是想了解 都会心里去猜 习近平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前因 有没有考虑什么后果 你的观察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就是现在习近平的外部环境 和内部环境 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其实我认为他这个时期 出香港法推出来的话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在国际环境上 我觉得他有点转移视线的感觉 就是现在到他推出法之前 现在全世界以美国为首的 要向中国索赔 据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事情 那这个声音是越演越厉 然后呢 说要追查他的P4研究所 等等一连串的活动 让国内呢 就是全国际社会 在这个事情不停的围攻中国 那这个整个话语权 中国再三解释 他也挽不回这个场子 然后呢 他突然间把香港推出来了 把香港推出来了 这个某种意识 也把香港当人质 将国际社会一军 因为呢 比如说是当人质啊 对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你要是给你继续说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找中国赔偿 那天文数字了 但美国也知道 这个钱要得到要不到 很难说 要不到的可能性很大 肯定要不到的 那么但是说 他如果用强招 就把中国的国债扣下来 中国的 或者其他手段的 那样的话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些 国际信用也没有了 所以说美国这是 所以美国这个事情呢 虽然在吵一吵 但是香港牵扯到 美国的实际利益 美国众多的企业 金融各方面的 都在香港 如果说你弄香港的话 美国受的伤要大 所以说他觉得 这个要得来要不来的钱 不如先保香港 所以说的 自从习近平在两会之前 之前把这个案推出来之后 马上国际时候有焦点 索赔的生意就没有了 的确达到了这个效果了 然后全是奔着香港去了 所以说就转过来了 转过来以后 就所谓的焦点转移 对 然后香港问题呢 中国有主动权 就是说这个法律 我是怎么制定 制定之后给香港多少的自制 这个我都可以掌握的 这是我的内政 他可以这样讲 如果说呢 你们美国好好配色的话呢 我们这个法律实施 但是说呢 制定 但是不实施 跟过去香港一样 他也可以说嘛 这个假的是虚的 我的孙悟空的金库座要摆着 对 但我发不发工 那再看大家的状况 但有人说最担心 把香港新疆化 变成新疆那样的 把所有的勇武派 全抓起来判重刑 所有的合理非派 全部进学习班 给你学习半年 一年两年 香港整个的金融社会 金融地位全没有了 那么全世界 跟我们一起倒霉 我们一起死 对不对 这个法律 我可以大可小 就南草香港 对 这个可大可小 然后你们看你社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反将一军的习近平 做法是我突袭香港 然后各国 为了保护在香港的利益 结果反而要在 其他方面来跟我妥协 对对对 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这个法 我立了 立了之后 但是我是一把 悬在头顶上的箭 对 我什么时候用 用多少看看我 这是香港人质嘛 所以他从被动 他等于说 在武汉肺炎 被索赔的时候 他这两个月很辛苦 拼命的搞大外宣 没有效果 事得其反 对 这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战略了 第二个战略呢 就是说香港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这有很多人提到了 对 其实我觉得他是 这个立法会选举呢 按现在就林郑月娥的能力呢 其实他是可以控制的 他把那些民主派 事先审查 把选举被选人资格全部删掉的话 基本上 而且现在选举的方式是 对建制派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他的公共组赔比例很大 对 所以说呢 其实是可以可控的 但是习近平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对 他被手下人骗了 对 四周全会 他认为香港那个地方选区议选举的话 他可以占多数 区议会 对对对对 底下人给他上来的报告是可以判的 不是 而且去年七月选举之前 新华社央视都还想说 我们相信香港老百姓 对对 这是说相信人民的力量 对对 鼓励大家要投票 对 你要记得吧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呢 下面再报告他说 是议会选 这个立法会选的可以赢 他已经不相信了 他觉得你们又骗我 万一输掉怎么办 对 因为是立法会是可以控制香港的预算的 是 就是说 他如果是民主派占多数的话 以后香港政府的所有预算 全给你冻结住 全给你不同意 对对对 香港政府实际上是被架空了 是那所以说呢 他宁可保险 所以说呢 我今天稍微得罪的人 我长痛不如短痛 对不对 现在虽然在国际社会上 这个全部在攻击我 但是我一咬呀挺过这一关 将来会有光明的未来 好 所以你刚简单说了 第一个是转移交点 对 他已经达到转移交点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 他应该说 当然也是吃定的 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领土了 对 各国在怎么叫 你要考虑他的利益 对 可是有个问题 过去因为很多人讲说 香港能够从97到现在维持繁荣 对 美国提供了一个特殊关税地位 独立关税地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所以过去大家认为说 北京再怎么样子 河水 河水井水不敢相反 就是考虑到因为中国的境外投资 百分之六七十分之后 百分之六七十从香港过来 中国也是 这个北京要维持一个 所谓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然后又能够跟全球资本市场连结 是靠香港 这个枢纽 所以上海没办法取代 对 所谓上海没办法取代 相对来说 中国也少掉了一个风险 就是开放的风险 他可以用香港当作一个保护 对 那现在难道他不怕大家 没有说 各国是很多利益 美国尤其是在香港 他不怕大家 毕竟还是中国利益最大 你这到最后 如果真的中国 把香港变成是内地的 其中的一个城市 那么对中国损失更大 这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要好赌一场 就是过去 他就赌大家不敢 玩德州扑克的时候 有一种玩法就是说 我发牌下 我不看牌 我把所有筹码全赌上去 我看你敢不敢硬 我自己牌都没有看 我牌都没有看 对 然后对方的不管什么 大部分对方就 我气势就吓死你了 对 我全赌上去 看你敢不敢硬 大部分人不敢赌嘛 对啊 对啊 所以说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 他国内国外 现在形势非常严谨 他自己已经想不出 好的政策来对付 来解救了 所以好赌一场 另外他赌定川普 因为习近平 他的任期还很久 对 那么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今后 他的延期是两年以后嘛 对 那么川普还有半年 对 川普还有半年 我跟你赌香港 赌香港完蛋 美国股市也完蛋 美国股市完蛋 我看你怎么选 然后就逼着 以股市为主的思考的川普 回过头来去想 你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啊 对 现在川普很担心 中国不对线嘛 对 那中国是有理由说 现在疫情这样子啊 我怎么去对线呢 对对对 可是你一不对线 他已经农业之后的选票 川普就没有 就就就就担心了 所以说现在川普就是说 他是选举优先嘛 所以习近平趁着这个时期 兼个川普一军 所以说看川普 你看他出来打谭德泰的时候 那么给力封刑 那么一见封喉 现在香港这个问题这么明显 他还吞吞吐吐吐的 所以说川普现在一下被将军以后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的研判认为 这个议题出招了习近平 你不管说他是因为环境险恶不得不了 那不管怎么说 时机点跟这个标的下得很准 对不对 确实是蛮厉害的 蛮凶猛的一招 蛮凶猛一招 对 然后就就就就我刚才讲嘛 你不堪排排 所有筹码全赌下去的时候 你就进行心理战嘛 大部分人是 因为每人只放一点点筹码嘛 一看那我就我就让给你 我们常讲说啊 你要进到卡士尼套去 你得有赌徒性格啊 赌徒性格就是说什么呢 不怕输 对对 不怕输啊 其实庄家赌赢你啊 如果就激励来算 他赢你的是他的无限资金啊 你读到有一天 那个curve 我们赌博会有上上下下 那庄家跟你 如果游戏规则的公平的话 就是有一天 你输光了你就回去了 走掉了 但是他不会 他至今无限 所以他会再回来 好 所以碰到一个赌徒性格的 习近平来应对一个 商人性格的川普 那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预测了 你去预测川普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 潘培尔已经发表声明说 他已经向国会提交报告 就是那一份 他们通过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固定起来去报告 香港的自治状态 有没有受到损害 他讲到说是 他们给国务院给国会的报告 是香港已经 no longer autonomous from China 就是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状态 但你觉得真的会取消那个特殊关税地位吗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 现在显示 川普是不想促销的 但是说 怎么说呢 他会被美国的舆论和美国的国会压着走 因为 比如去年的香港法案 其实香港 川普也是一开始并不是很积极的 但是国会 上下两院 全部全票通过的时候 川普也不得不应力 往下走了 那么 现在等于说川普他这种 我觉得川普性格有点像陈水扁 封火外交 封火外交 那么川普已经 把大家的这个兴奋情绪 已经热血澎湃挑起来了 现在川普打中国 他不但打 现在民主党不得不跟他打 民主党本来是不想打的吧 对啊 但是愚昆被他掀起来以后 谁打中国谁有票 所以民主党现在表现的比他还积极 那么川普呢 现在被国会被舆论自己下起火 自己被压着走 这可能性很大 我觉得川普本来香港 你想三天都没回答吗 对 现在慢慢慢慢的 今天说话还在吞吞吐吐 但是我想这种时候 他已经退不回去了 嗯嗯嗯嗯 这样子哈 对 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对川普来讲也挺为难的 挺为难的 一个选举要考虑 经济要考虑 那么 可是还有一点是 现在美国的民情啊 反中反共的民情啊 对 那这个他也不能不考虑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POP壮新闻 中国的全国人大 今天稍后啊 今天下午闭幕前 就会通过了一个港版的国安法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嗯 我们刚刚谈到美国哈 川普现在面临的 也是非常的棘手跟两难啊 对 那其他国家呢 我看到欧盟啊 好像相对于 呃 美国国会啦 国务卿啦 欧盟比较冷淡一点啊 有没有发现这样子 包括英国也比较冷淡 英国哈 对 英国尤其 英国应该讲话的 英国是他前 他的前这个殖民母国嘛 对 他有义务啊 就是 等于说中国是很明显 1984年的这个中英 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 中国违反啊 对 等于说他是为 他是真正的被害者嘛 别人是干热闹的嘛 对 对不对 所以 当事人啊 至少英国是当事人的 对对对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 还说什么 接受香港移民啊 就说的一些 不同不扬的这种 嗯嗯 就那BNO啊 BON还是BNO 对 不 我觉得中国还是就是说 因为中国表现的太强势了 嗯 就是说 一个拿刀的流氓 在街上走来走去啊 嗯 别人 别人都是一般市民 不敢单独面对他了 嗯 如果说美国 那有个更大的流氓 嗯 美国跳起来跟中国打 二八跟三八 对 我们这样讲 他们就跟着 会跟着美国后边啊 嗯 但是说让他们自己 因为现在美国 还在举起不定的感觉嘛 对 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呢 所以说他们没法选边嘛 嗯 就是说现在表面上 嘴上说一些话 但实际上没有选择 但是我很注意就是 今天早上的新闻 就是加拿大的梦满洲 对 对不对 让他说他双重违法 嗯 既违反美国法律 也违反加拿大法律 所以说他引渡条件 诚意 是 这一点判决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政治判断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刚刚也想讲到这件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两年前啊 那么要过境温哥华 被加拿大警方啊 给逮捕下来 因为美国有发出了一个通缉 加拿大跟他是有司法盟合作的嘛 司法附助的 抓了之后 现在啦 美国一直要求加拿大把他引渡到美国去审判 那加拿大法院啊 中间承受了很多来自中方的压力 经过反复的出庭 最新的消息 今天台北时间凌晨两点的时候啊 加拿大卑斯省的高等法院啊 那么已经宣布啊 那么说这个案子啊 符合双重犯罪啊 所以呢 的标准啊 所以 结论是什么 非常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去 就是继续引渡手续 继续还在继续 并没有说reject掉啊 对对对 所以前天 网络上有传出这个孟晚舟笔手指的啊 还有人认为说 他是不是已经有把握说 他会不会被放掉 结果现在看起来不是 对对对 这个是你的观察 你认为它是一个重要指标 对我认为这个重要 就是首先孟晚舟就说 她是给这个伊朗 去输出一些这个美国禁止的 对对物品 物品这个芯片 高科技的东西 然后呢 她没有向美国银行去申报 所以说美国银行被骗了 不知道她这钱是跟伊朗做生意 所以说呢 她是这种诈骗罪 反而美国在制裁伊朗 所以不能就是这个手续你仔细想 孟晚舟属于这个整个的华为集团的公主 对不对 是接班人 就是她管财务嘛 就是这种事情她不可能直接精神 你想华为那么大的企业嘛 就是说有一点政治判断啊 就是我要抓你嘛 我今天要抓你的话 总能不能弄 难怪你说美国也是罢啊 就是很明显 都是罢 一个散罢 一个恶罢 有时候恶罢变散罢 散罢变恶罢 我觉得有一点像啊 就是有一点像过去香港电影里面那些 就是黑道的自己无视法律 但是说一旦要抓她的话 就用法律保护自己的 就是中国 他过去在美国 就是香港电影的那些黑道的老大 表现上是装着一个绅士的样子 然后实际上他指挥下面做很多坏事 但是警察一来抓他呢 他马上找个律师 在法庭上自己判无罪 这种事情 但是现在呢 是法律拿他没办法 但现在上来一个恶警察 我不管你 我就抓你 你就抓你 然后我还是用法律来定你 对对对 你的证据 证据就是这个就是 我说证据就是证据 也用这种方式来动众 所以中国现在很 其实是受的打击 那孟晚舟案 其实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在挑动的时候 这一两年 双方给加拿大压力 所以加拿大是两大之间难为小 没错 对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到最后最后 不怎么想 孟晚舟 我我我个人认为 他不可能直接参与这个犯罪嘛 这个证据一干非常薄弱的 不过听说他有当过 华为那个子公司的负责人 对是是是是有了 就可以聚在责任 但是这点 他双重犯罪就是说 加拿大引渡标准是 他既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也违反了加拿大 他的法律我才能引渡呢 那所以说这个说 他违反加拿大法律 这就有点很牵强的感觉 那就至少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至少美国找到加拿大 这个这个这个 对 欧洲国家也不知道 但加拿大跟他是站在一起的 对所以说呢 中国所以说 我现在想就是说 一旦美国下决心 施加压力的时候 这些美国的小弟同盟国 最后不得不屈服美国 就是他一定这 他这么简单的一个案子 拖一年半 将近两年 不停的加拿大法庭的审 就是说 方也不是 对对对 然后最后最后 一咬牙一跺脚 还是跟美国走 所以说中国昨天是 从昨天 中国的媒体一直放 孟晚舟要被释放 对对对 孟晚舟还是旁边 家庭做一个晚会 提出那个 对对对 这种时候就是 中国在给加拿大施压嘛 你不要给我们失望 对对对 但是加拿大没有办法 所以可以看 如果说美国下定决心 在香港问题 跟中国彻底对着干的时候 那这些小弟是没得选的 是 在那时候 我想包括台湾 就是说现在 他说真的港澳条例 六十条就不用了 所以台积电也过去了 就是我非常强着压着你的话 你不得不动 所以说如果美国 美国下定决心以后 包括加拿大 包括欧洲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台湾 这些美国的小弟们 是不得不选边的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们拉高一点来讲 你讲到说这个选边的问题 因为美国上个礼拜 白宫发表了一个对华策略方针 那里头就承认说 过去四十年跟中国交往的政策 是失败的 那将来接下来要针对中国在政治经济 在军事 很多方面要遏阻他的一个等等情况 那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说 这是新冷战的一种思维 好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新冷战的思维 你刚提到说 美国还是有能力 吆喝 或者软硬兼施 那中国呢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能力去 也带动一样 像美国一样 带动那么多盟邦 来做集团对抗 很难 很难 等于说中国现在在 我们来举一举吧 日本 日本算跟美国在一块了 对不对 前几天参加这个WHO的问题上 对 日本共产党 表示支持台湾 这个消息在台湾没有报道 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现在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吧 没有影响力 但是他是共产党 共产党 他也支持台湾 就说明中国在不断的失去小弟 过去 你觉得南韩不可能站在中国这边 不能美国的同胞国 那北韩呢 北韩大概会站在中国这边 北韩看中国 但是可能跟着他要 跟他要点东西 做生意嘛 做生意嘛 对 其他越南大概也不会站在他这边 越南当然在南海有问题了 不 我说这香港问题上 越南大概也不会站在中国这边 他当然不会见面 菲律宾呢 所以里面也做生意嘛 也做生意 对 但是菲律宾要完钱以后 可能就装不知道 就装不知道 那大概就巴基斯坦了 巴基斯坦会跟他站在一块 中国管巴基斯坦 叫这个 铁杆 铁杆嘛 巴铁啊 然后他是 他跟巴基斯坦签证 叫全天后 伙伴关系 对 24小时都在一个 什么叫全天后 就不管下 刮风下雨 下冰雹 什么天气 是 我们都站在一起的关系 但是说巴基斯坦 他是买来的嘛 是 对 巴基斯坦 我在 就是买来 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钱 然后我去 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啊 经常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统 到中国访问 某个省去访问 然后比如到浙江省 和浙江省长会谈 就说明什么呢 浙江省一把手都不出来 对 这个省长还不是书记要 对啊 他是人要钱的嘛 所以到中国各个省去访问 拿个省长就打发掉了 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 他是花钱买的嘛 你说一带一路 是用那种天朝过去的概念啊 你们是来朝贡啦 等于是朝贡啦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延伸啦 那当然大陆也有人认为说 中国在当冤大头啦 有人认为自己在当冤大头 因为邓小平以前就教训过啦 千万不要跟这些穷国家 太密切 他们只会要钱 一带一路这个想法 其实本原本2003年提出来 2013年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经济政策 就是国内的产能过剩 对 钢铁和这个水泥 这些东西怎么卖出去 从此开始的 让卖给这些国家 让他们修机场 修公路 修铁路 对 然后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 国有企业的失业问题 然后但是说呢 输出输出去以后呢 收不到钱的干嘛 现在债务很严重啊 债务很严重 所以就变成政治了 对啊 你既然不给钱的话 对 我白帮你说完以后 你得听我的嘛 对 他本来是经济的 弄撑出很多的不良债券 我在想啊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当时这个 我们说像亚银 像世界银行啊 他做了给这个 落后地区的贷款 他还是要求啊 包括说还款的保证啊 一些透明度啦 但是当时亚投行设立的时候 就讲说 他们不会做这样的要求 等等啊 好了 你不做这个要求 里头有很多 乌七八八的事情 结果现在变成很多钱 收不回来 对 而且我在猜哈 有些国家 包括非洲国家 一开始透过亚投行 参与的时候 跟中国借钱啊 他就不准备要还了啦 对对 都是这样 他刚才不准备要还了 所以说 所以确实是 作为结果 变成一个冤大头 而且呢 就不但钱收不回来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 一选举 政权一变 不但钱还不回来 不认账了 不认账 而且你修了一半的港口 说你有恢复原状 马来西亚就发生过 这样的事啊 对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中国确实这一带一路 这个习近平 他是好大喜功啊 他这个自己的想法很好 但是说他的实力 和他的能力 没有达到 所以说他这 这个干摊子 所以现在中国提一带 越提越少嘛 嗯 几乎不太提 对你讲的对 今年不但一带一路 不太提 九二共识也不太提 九二共识已经彻底不提 已经彻底不提了 有啦 嘴巴正式的场合不提了 嘴巴上一些 私下谈的地方 有时候从两会来 来观察的话 我觉得国民 台湾的国民党很幸运啊 九二共识紧箍咒解套了 终于给你拿下来了 对那国民党问题 是要想一下 后九二共识 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论述了 自己的定位没找到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啊 国际先生又有人观察说 一方面北京啊 他这一次的两会啊 推出港版国安法这么强势 他对台的部分啊 又不提一国两制 又不提九二共识 甚至呢 还有个发现说 怎么居然把和平统一 这和平两个字不见的啊 这样两个啊 所以呢 我看昨天 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接受美国电视的访问 他就提到说 中共拿下香港之后啊 接下来就会用武力对付台湾啊 这个话其实蛮聪动 虽然过去国际间有人分析 谈过 但是出自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长啊 这还是一个 我觉得很不能小看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发言 所以我看了一下 他的用意好像讲说 说台湾要强化国防了 需要国际的协助了 好 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问题 一样的就是说 那面对香港这个情势啊 台湾该怎么自处 怎么面对啊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跟这个石板先生 继续来谈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刚跟石板明夫兄啊 谈到说 现在台湾啊 面对香港啊 这两天谈的最热 当然就是说 蔡正宗讲 如果香港失去了一个 自治的地位 变成中国大陆内地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就要 废止 使用 港澳条例的第60条 就是说香港 香港澳人 等同是大陆人 好 那你觉得台湾该怎么做 我看这两天 政府还是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要做完整的说明 我就等于说 我觉得蔡政府啊 有的时候是 比较 等于说 他还是非常小心 非常不愿意 自己中国的 他到时候确实是 但这一点是见仁见智了 到底是做的对不对 是很难说的了 其实 但是我觉得台湾 确实是很危险的 这次蔡英文的 他的就职演说 对中国是非常冷淡 是完全是事物性的 非常低调了 我看得出来 就是说 其实也有一些善意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 我觉得他就是过去 就是说不管李登辉讲什么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陈水扁也讲过 两岸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对不对 那么马英九就直接讲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对不对 都有一套客套话 就是说表示我 我跟你是一家人 我觉得他没有这些话 蔡英文一切完全都没有 而且蔡英文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台海和平 你有责任 我有责任 我会负起我的责任 你也要负起你的责任 这句话 我就想就有点像 夫妻离婚以后啊 通过那个律师函 在商量怎么分财产问题 他是有点讲律师函的 我觉得有点像 对啊 就没有一点感情的 没有感情 然后呢 他讲的就是说 就是八个字嘛 就是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八个字都是虚字啊 这八个字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 到马英九 大家都是要求这八个字嘛 只是说法稍微有点不同啊 就是说这是台湾 可是从个角度来看 会不会习近平 现在希望台湾给他的 也不要求什么 就是不要有意外 不要 不要有 我要费神来处理 来面对 我觉得蔡英文 就把两岸的 所有的从 邓小平之后的 一线线统战以来 从这个 过去讲廖城志的信 到喜马会 是 全部的两岸的交流 全部归零 我的原点 我的底线是这个 然后交给你 你爱谈不谈 中方回应了 中国也没有提九二公式 也没有意外 把邓小平以来的东西 全部抹掉了 我的底线是什么 我的底线 就是说统一 连和平都不说了嘛 双方把底线亮出来 然后也是爱谈不谈 就变成这种关系了 所以你认为台湾 危险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也不只是因为 香港的问题而已 中国对 对在外边 有 全说中国军事 有三战嘛 三战就是心理战 舆论战 法律战 是 然后对香港 还没说法律战 我先立法 然后我依法压下去 对不对 那么香港如果他成功 其实香港呢 我们认为 他是西部臭旗了 就是说 走得非常臭的一部旗 但是下旗两人下 我这部旗走得臭 你走得比我还臭的话 我西部变好旗了 对对对对 我至少赶快倒转 就换成这样 那现在国际社会 确实是 川普被将军了嘛 如果这个事情 国际社会不管 香港完全按他的理由 走下去 香港完全变中国内政 他变成收发自如的 完全控制下门 他下一步对台湾 一定是国家统一法 出台 对台湾进行法律战 国家统一法出台以后 台湾也是内政啊 你国际社会怎么办 再将国际 不过我觉得两者 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香港毕竟 有过回归的程序 对对对 从这个法律位阶来讲 他是属于中国的事情啊 对不对 台湾这个不一样啊 按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我知道 但是他不发生嘛 他香港是有九七之后的事情嘛 对对对 两岸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你讲就只有武力而已了 对他是 所以说他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啦 为什么这个外交部长 现在讲这个 对对动武 其实我也认为很危险 就是说 你看从今年四月 美军的军机绕台 是历史上没有这么频繁 对非常的频繁 那很明显就是疫情在发生 中国在国内蠢蠢欲动 美军绕飞机这么频繁出来 绝对不是因为汽油便宜 这是危机在防控了 为了防止中国误判 就是说 中国如果一个误判说 美国好像不管台湾了 美国的航母都进入回去休整去了 那现在是不是打台湾的机会 所以为了不让中国误判 美国拼人拼的 来护守台湾 所以说呢 把中国镇住了 所以后来还有什么桥梁的讲话 还有什么中国的 本人不是这样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这样的关系 美军已经赶到了 这个关系很有意思 对 所以说呢 在整个这一套工程 中国一定是先香港后台湾 先疫后难 我这两天在讲到说 特别是回到我们刚讲 习近平在香港推出 港版国安法这一招 因为大陆上有人在传说 这个过去 中国做出很多的误判 哪些呢 包括说第一个 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个误判 事实上刚才不是这样子 第二个是误判 2016年希拉蕊会当选美国总统 你刚才说的也对 很多人都误判了 第三个是误判是 中美不可能爆发贸易战 因为彼此经济联系太紧密 结果还是发生了 第四个是说贸易战很快会结束 大不了就买一点波音飞机 高通晶片 现在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好 再来说贸易战 印度贸易战美国经济会受重创 小打小赢大打大赢 发现不是 是中国经济受伤比较严重 好 再来是什么呢 说港人支持23条立法 这是误判 然后呢 再来一个误判 说国民党会赢 选举会赢 这都错了 好 那后面呢 他们认为说 他会继续误判是什么呢 这是过去发生过的 他包括说肺炎传染性不强 说美国会因为政治分裂 在国内出现强大的侵华派 现在发现这都是误判了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 鹰派 鸽派全部都那个 那后面他们认为 中国会继续发生什么误判呢 会发生 第一个是 中美不会脱钩 香港可以解决 拜登会打败川普 脱钩之后 美国用不了多久 经济混乱等等 好 那所以呢 你觉得这场豪赌啊 习近平这个豪赌啊 会不会再次的误判 会不会是一个再次的误判 很有可能 另外一个我觉得呢 现在等于说 习近平把周永康干掉以后 整个中国的情报系统 其实已经内部崩溃了 所以说情报系统 上来的情报并不准确 比如说去年的 香港机会选举 给他们的报告说 我们一定会大赢 另外一个呢 习近平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说 只听爱听自己想听的话 所以他周围这帮人呢 也是符合领导的口味嘛 就是说会写 按领导的序位去写报告 包括这一次香港的这场豪赌 也许误打误撞是赌对了 但实际上 他有很大的战略误判在里边 所以说呢 就是今后习近平的误判 那个风险会一直存在 所以台湾一定要小心 那如果是这样 最后会怎么收藏你的感觉 我的意思说 会是一个美国 因为美国能 我坦白说了 我认为美国能够使的手段 不是那么多了 除了那个取消之外 那我刚讲取消 那个对美国来讲 也是很大的伤害 也是很大的伤害 美国很多企业的利益 而且他很多东南亚的总部 都在那个地方 那而且最主要是 你取消了之后 你就把香港这个 作为国际金融城市 就把它掐死掉了 这对美国来讲 也是很困难 就是说我中国 惩罚中国 结果伤害的是香港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